广州恒大古德利已悄然返回广州,保持状态欲在站中超,近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,古德利已经结束欧洲假期返回广州,从7月到8月,古德利身边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儿,某消息灵通人士一直悄然关注,古德利的一举一动,考虑到广州恒大球迷的幸福感, 恒大俱乐部下窗进行了人员的技术型调整,引进强远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,就不得不注销金英权和古德利注册资格,古德利7月下旬离开广州时就说过恒大队对他来说就像家一样温暖,这次俱乐部同意,古德利回来,可以跟随与备队日常训练,让他非常感动,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说,8月初主动联系了老东家恒大队, 他希望能返回广州,跟随恒大预备对日常训练,保持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,古德利表示中超联赛最近几年发展很快,自己经过在广州恒大这个平台磨练,有信心也希望能在中超联赛找到合适的球队,恒大方面对古德利的请求表现得非常大度, 征求主教练卡纳瓦罗的同意后,允许古德利跟随与备队日常训练,小道消息就是,此次古德利觉得返回广州,确切的来说主要是某球队已经看上了他, 所以他不得不早点结束假期回来保持状态,由于中超,中甲联赛下窗已经关闭,所以他不得不等下东窗开启,而他自己也表示自己更愿意选择中超球队效力, 至少薪水这块要比欧洲高很多,而且这些年来一直在中超效力,对此也有一定的感情,据说这次返回欧洲,他也拜会了前任恩施,和家人团聚了近一个月, 大多数的人的意见还是支持他继续回到中超踢球,广州恒大此前从天津泰达引进古德利的时候并未触及调解费上线, 所以这家神秘的未来中超球队已经在接触古德利,这也让古德利非常开心,现在回到广州,继续依托在广州恒大胸怀里,至少这里还是他的避风港。